我就是我的费务全 我就是这里的 大家好 我是小猪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灭之刃同人小故事 袖手郎和史明比赛掰手腕 唯一郎变成了没有感情的干凡机器 下面让我们开始吧 在鬼杀队里 力量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于是一场以比拼力气为主的掰手腕大赛 就拉开了帷幕 参赛选手们摩拳擦掌 首先上场的是严重猎鱼袖手郎 和风筝不死穿史迷 他们的手紧紧的交握在一起 谁都不愿意有丝毫的放松 面对强大的对手 无论是炼狱还是史迷都有些吃力 尤其是史迷 他的眼眶都快要裂开了 突然兴手郎一个用力 哼 史迷的手啪了一下 就被兴手郎用力的拍在了桌面上 一边观战的炼主甘露斯密里 高兴的大声宣布第一轮的战果 胜者炼狱 重猪蝴蝶人笑眯眯的看着比赛结束 他拿起记录比赛成绩的笔 白手腕排位里 这个名字已经被决定了呢 失败了的史迷低落极了 低着头不知道在琢磨些什么 一日后 炎主和神助小巴内正坐在一起喝茶 突然就听到门外有人喊他的名字 炼狱 然后马上门就被打开了 史迷挺起胸膛 大声向心手郎宣战 再来白手腕决一胜字吧 小巴内挟了史迷一眼 不怀好意的毒舌道 已经输过一次 再来就很赖皮哦 不死川 小鼠狼倒是无所谓 很自信从容的答应了史迷的宣战 我无论怎么样都不介意哦 来多少次我都接受 尽管面对着自己的手下败相 但小鼠狼还是十分很认真地表示 自己会认真对待比赛 还夸赞道 是那种一血全职的战斗啊 毕竟不死川是不服输的人呢 史迷却只想赶快比赛 催促道好烦赶快开始吧 两只手再次握在了一起 也是这个时候 史迷狼感觉到有些东西 和上次似乎已经不一样了 心里有点惊讶 一边观念的小巴内也在沉思 嗯 史迷狼心里疑惑 和之前相比 即使相差很远呢 小巴内则有些怀疑 史迷这次是想要用延长战术吗 战局一下子僵持住了 突然两个人都开始用力 史迷紧中眉头 看起来十分吃力 虽然练义秀手朗的状态 看起来要好过史迷 但是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有人僵持了很久之后 战局才有了变化 史迷大叫 吓 然后就把练义的手 按在了桌面上 史迷高兴极了 兴奋的尖叫起来 好哦 他一脚踩在了桌子上 嘚瑟的朝着空气打拳 看来真的是高兴坏了 小巴内看不惯 对史迷的行为十分比一 脑腾过头了吧 虽然看着自己 刚刚掰手挖的那只手 有点不敢知心自己会输 行了练语的史迷 发出了高兴的感叹 虽说这次胜负 和排位没关系 但是 这下才爽啦 小巴内在心底 也承认史迷说的没错 这个时候 虽然突然大声喊道 不死穿 虽然把两只袖子 全都捋了上去 绷紧肌肉 大声宣战 不死穿 能否请再与我比一场呢 史迷瞬间兴奋起来 哼 你这小子 这不也是挺不服输的吗 所以说 无论是谁输谁赢 这场半首玩大赛 都会以书房的不满意 而永久持续下去了吗 路过的雨随天员 听到了屋内传来的声音 被吸引了注意 身为半首玩大赛 第二名的雨随天员感叹 胜者哀鸣不及小编 明明是在菜鸟护卓而已 但是无论如何 气氛变得真火热呢 呼对了 本次半首玩大赛 比赛结果 第一名 被远与新鸣 下面 我们来看第二个小故事 下面人的火车呼啸着前行 火车车厢内 时不时传来吃东西的声音 令人杏手郎 一边划烂着手里的便当 一边高声夸赞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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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杏手郎身边的史迷 把头转向窗外 好烦呢 终于吃完了的杏手郎 十分有仪式感的双手合十 真诚的说 多谢宽带 吃饭后的他 注意到了史迷膝盖上 那个没有冻过的便当 惊喜道 不子穿你不吃饭吗 便当盒上画着一只牛 史迷无语的看向杏手郎 看起来是一副吃不够的表情啊 笑吗 杏手郎的眼睛瞬间变亮了 幸福的问 可以吗 不过大哥还是很关心史迷的 并不是因为对方把便当让给他 杏手郎问 是因为肚子不舒服吗 不 听到史迷再次否认 杏手郎继续追问 是讨厌吃素烧牛肉吗 史迷回道 也不是那回事 杏手郎奇怪极了 那是为什么呢 整个宝箱内 都是令杏手郎独特的搭嗓门 发出的声音 经不准他的层层追问 史迷似乎终于愿意 把事情告诉杏手郎 史迷撑着下巴 一边回忆一边说 曾经是我兄弟喜欢吃的东西 史迷狗心里咯噔一下 原本已经伸下便当的手也犹豫了 史迷眼神黯淡的看向窗外 曾经 不 没什么 只是没那心情吃 史迷要说不说的话 让史迷狗更加的在意了 史迷狗心里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就觉得烦躁 是我不该提起这些的 我多嘴了 虽然没有听明白史迷讲的是什么 但是史迷狗自认为感受到了史迷悲伤的心情 最终决定 还是把便当还给看起来可怜极了的史迷 不死穿 这个便当还是你吃吧 史迷看着便当 似乎仍然是十分犹豫 蛤 为啥这是 史迷狗十分认证地看着史迷 是以他把便当拿回去 见史迷把便当接回去 他获得的说 这是个便当而已 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意思 史迷狗十分笨拙地想要安慰 似乎沉浸在悲伤之中的史迷 打开的便当里 有鸡蛋 香肠和肥牛 十分丰盛的样子 史迷似乎还是很低落 一边回忆一边说 但是想起了多余的事情了 那个笑容还有声音 他说 史迷去吃素烧牛肉吧 我们有 先成为住的人要请客素烧牛肉的约定 他告诉我 不要忘了哦 多余的事情浮出在脑子里 让史迷的回忆被一声高康的 好吃打断了 追瞎了一个便当的链鱼 再次吃上了 并且一边吃 一边喊要高呼 好吃好吃 无语的史迷感叹 好烦呐 然而此时 尽管史迷还在抱怨 但是已经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他拿起了便当 脸上也露出了轻松的笑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同仁小故事 没有感情的干饭机器 无一郎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 在鬼沙队存在着一个没有感情的干饭机器 他的名字叫做无一郎 他有着漂亮的剑鞭绿色长发 有着超级无辜的笑颜神 但这依然无法掩盖 他是没有感情的干饭机器 这个事实 他无犯不干 曾经偷偷潜入水珠富刚一有的房间 毫不可欠地抢走了一有最喜欢吃的萝卜鲑鱼 一整晚 他一汤不留 吸流过舍住一位小巴内最喜欢吃的原型海带丝 并且没有为小巴内留下一滴汤 他一汤不声 严重被命一汐名 是一个只有大白米饭可吃的可怜和尚 但是无一郎让人毫不留情的白饭就白饭 把清明的乙锅大米饭全部吃得一干二净 他绝不挑食 虫中蝴蝶忍 是有着奇怪口味的咪咪眼怪 他趁着对方调酱汁的片刻时间 毫不犹豫地偷吃了他的生姜味咸和海味 还在干饭的前夕 学会了对方的咪咪眼笑 他胃口极大 吃光了风筑不足穿使命的秋饼 吃光了眼珠烈夜秀少的红薯粉便当 仍然觉得一酒为尽 不光如此 他为了吃不计生死 甘愿为雨隧天元试吃有毒的河豚 当然 他吃河豚此生的时候 谁一口也不会给雨隧天元留下的 唯独炼主甘露斯蜜莉最爱的鹰饼 他没有打算吃毒食 实在是因为蜜莉的鹰饼分量极大 他想 他还是不要和某位大卫王别胃口了吧 毕竟 活着挺好的 好了 本期的鬼灭之人 土人小故事就到这里啦 下期我们继续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 支持一下小猪的频道哦 爱你们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